Hello 大家好 引领月Johnson 今天是2022年5月29日 今集想简单和大家讲讲澳门经济的近况 其实都不用怎么说 情况都挺令人担忧 甚至超出了很多经济学者或我们的预期 事源特区政府上周公布了几个和经济相关的重要数据 首季的GDP 如果按年实际跌了8.9% 最主要是由于整体的需求转弱所指 有学者就说首季的GDP已经是负增长 次季负增长的压力依然相当大 而重振外部需求加强和内地部门游说工作 以增加访澳的客量稳住经济大局 这些都是老生常谈 综合近这几段所发生和经济相关的事 至季三月到六月的经济状况 相信大家都感受得到 似乎低处未算低 澳门的整体经济 我想在短期之内 都眉望到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都是向下为主 另外一个社会比较关注的经济数据 就是失业率 按最新公布的失业率 和上一期是持平 都是4.5% 大概是13,300人失业 而就业不足率上升了0.2% 去到3% 大概是11,000人左右 好 关于博彩相关的消息 都不是十分之好 好像有大行估计 如果通关的措施 没有一个比较大的转变 预期到年底 澳门六大博企 他们的欠债 将会上升到250亿美元 是2019年的5倍 负债的情况 虽然商业世界很普遍 但结合这个大环境的情况之下 澳门博彩已经剩下半条人命 还要欠落这么多债 很多人都担心 那六大博企 还能否经营得住呢? 之前也有很多消息传流出来 说澳博手头上的现金流不足 只能够维持多几个月 担心它的经营状况 另外 其他五大博企 尽管手头上的流动资金比较多 可以支持长的日子 甚至支持三几年都可以 但长远来说 因为中央打击跨境赌博的力度 越来越大 很多人都担心 那六大博企 未来的经营状况 尽管赌牌 他们可能已经成为了狼中物 六月份 各大赌牌都会到期 各大赌牌公司都已经申请延期 预计都没问题 直到2022年底 他们的赌牌都没问题 接着可能会展开新一轮的镜头 如果他们重新去镜头 获得赌牌的机会也是高的 但是 在这样的大环境之下 他们未来的经营会如何呢 充满了问号 关于卫生场的问题 其实我之前在《讯报》的专栏影片都写过 卫生场的问题 特区政府就急转弯 由一开始 觉得卫生场没有法律地位 不应该存在 是违法的 应该要取替 不过有三年的时间 过渡期 因为考虑到社会的反向比较大 因为卫生场所牵涉的不单单 正是博彩方面 失业的问题 澳门社区经济的问题 社会稳定等的问题 就来了一个急转弯 卫生场 继续可以经营下去 不过 按照新的博彩法 相关的规定 未来 只能够做管理人 接着慢慢 近两天 又释放多些信息 不单只可以做管理人 可以向博企收租 可以做中介 在表面来看 这个事实是放生了 现在还在经营的卫生场 不用他们即时死亡 我之前跟传媒都说过 如何形容这个状况 就是先中后杀 即时死亡 之前是这样 现在特区政府就转了一体 卫生场不用即时死亡 但不代表他们可以永续地经营下去 卫生库场有得留下 不用即时死亡 在稳定社会来说 相对来说是比较可取 但是你说 现在卫生场是否可以永续经营下去 其实也是有个问号 最主要是看未来市场的发展 是如何的 更加要看的就是国策 因为卫生场现在所面对的处境 其实和博企也差不多 而卫生场的实力 他们的规模 他们的前景 远比博企来得差 未来澳门整体的经济规模回缩 博企这个行业会大规模收缩 剩下的肯定是比较有竞争力的公司 肯定是力大博企 以现在卫生场的规模 设施经营方式 他们很难和未来的博企 即是那些大型的综合度假村去竞争 在大型的综合度假村里面 衣食住行島 其实什么都包了 他们的吸引力 他们的竞争力 远远比现在的卫生场 来得要高 而且将来博企 他不会分很多资源来照顾卫生场 因为未来博企规模会缩 所以博企一定会集中他们的精力 去搞他们最有盈利能力的项目 肯定在路滕那边为主 所以未来卫生赌场的前景 似乎都不是太乐观 不过现在特区政府这种操作 就相等于买时间 因为未来卫生场 到底能否经营下去 如何经营下去 现在变成由市场去决定 由市场去决定 就有一段时间 可以给各方的持份者 包括卫生场的场主 博企 相关的从业人员 周边的商铺 或者相关公司的人员 他们慢慢有时间去适应 去调整 做与不做 是否转型 是否辞职 是否结业 是否转型 是否继续经营下去 他有一个时间 让他适应 亦有一段时间 让他适应 让他选择 对社会整体经济状况 对就业的情况 对未来澳门半岛的发展 都有一个时间 让他适应 跟即时死亡的结果 是完全是两回事 所以特区政府 在现阶段 来了一个急转态 相对来说 是比较可取一些的 由即时死亡 变成由市场 慢慢去淘汰 慢慢去处理 在卫星场这个问题 那个效果和影响 完全是两回事 即时死亡 他对澳门的失业 卫星堵场周边的 商圈的环境 物业 或者整个澳门半岛的 旅游 经济发展状况 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即时死亡的影响 相当之巨大 但是 你不用即时死亡 慢慢慢慢 等他有个机会去发展 或者等他接受市场的洗礼 由市场去决定 他未来的前途 这个结果出来 是完全是两回事的 针对失业的问题 特区政府上周五公布了 新的行政法规 一些想法 名字就比较长了 叫疫情期间 鼓励雇主聘用本地 代业居民的 臨时性保座 计划行政法规 他们的目标就是 向增聘代业居民的雇主 发放宝座 物以提升雇主聘用 代业居民的意愿 法规的主要内容 就包括 第一点 合资格局雇主 在维持原有本地雇员的基础之上 在特定的时间之内 增聘代业的澳门居民 包括永久和非永久 可向劳工局申请发放宝座 雇主每增聘一名雇员 可以一次性获发为期六个月 合共19968元的补助款行 大概每个月 就会发放3328元 而这个数额 就是每月最低工资的一本 为了鼓励雇主 聘用更多的代业居民 补贴名额不及上限 第二点 第一点 增聘的本地雇员 需入职前六十日内 处于非受雇的状态 且与雇主不属于配偶 或者具有事实婚姻关系 又或者不属于和善宿 且为第二亲等内的亲属关系的人士 第三点 就是 获发补助的雇主 需遵守特定的义务 包括 维持原有本地雇员的数目 维持与增聘的雇员的劳动关系 不少于十二个月之内 是不可解释人 以及在头十二个月之内 不可与雇员协商 安排无薪假等等 如果雇主不遵守这些义务 需要按规定返回相应款项 给特区政府 也要承担倘友的法律责任 另外 如果雇主以不合理理由解雇员 是要返回相应款项 如果雇员自行离职 雇主只需返回雇员 没有工作的月数 所获得补助的差额 如果企业结业 就等同于 以不合理理由解雇员工 同样是需要返回的 会津贴大概两万元 在一年之内 雇主又不允许炒人 又不允许放无薪假 也不可以请少本地居民 我之前也有说过 另外其他团体也有说过 有类似一些津贴雇主 去聘用本地人的计划 大津上纲等等的计划 相关的行政法规 一些意念公布之后 社会有不同的声音 有赞有谈 有反对有支持有赞成 跟我们所说的计划 依然是有些分别的 最主要的分别是什么 我们当初为什么会想这个方案 去解一些延迷之急 或者帮失业 代业的澳门居民 或者想转业的澳门居民 是一条出路 最主要的就是 中少企需要人用 但他未必出得起 比较高的人工去聘用澳门居民 而澳门居民 如果他没有一定的人工 他很难去维持他的生活 中间会有一个红购 但政府可以通过一些补贴 就可以把红购拉近 即是说 雇主可以出低少少的人工 加回政府的补贴 这样就可以聘用到一个本地人 而这个本地人拿着这份人工 他可以维持到一个基本的生活 这个就是我们当初的理念 比较有些少少 专款专用的概念 最主要是用在人工上 以防一种情况 最怕是你聘用本地人 但是你聘用本地人 你用一些不太合理的人工去聘用本地人 特区政府现在推出来的计划 就有些不同的 特区政府就没有特定 要放在人工那里 总之就是 你聘用了一个失业的澳门居民 我就给你大概2万元 实际執行会如何呢 现阶段都是一个未知数 因为特区政府上周五所公布 都是一些大的框架 中间如何执行 大家都不太清楚 现阶段去评估 他的作用 怎么说呢 因为不是说资料那么详尽 细节都不知道 很难去评论 但是都是那句 我觉得会有些作用 当然有人有不同的意见 其实都很正常 因为大家都不知道实际的操作是如何 所以也有人担心 到底会不会 那些雇主 利用了那2万元的津贴 其实他聘用的人的人工很低 根本低过市价 甚至是一些很低的价钱 就聘用澳门人 澳门人面对着这些工作 他的工作 就是入职的热情 以及他做了一份工作之后 能不能够维持得到基本的生活 都成移民等等 当然有很多不同的问题 就是现阶段 因为手头上所知道的 大家都是 从报纸方面 从那个记者会里面 相关行政法规的执行 实际现阶段都不知道 所以很难去评论 怎么说都好 特区政府肯推出更多的措施 去帮助本地人就业 我觉得都是向一个好的方向去走 到底实际上可行不行 或者有没有一个效益 我想要等行政法规出来 详细执行的情况 我相信再说会比较好的一些 但是也很坦白说 现在澳门的经济情况 大环境是这么差 小环境就是澳门内部的环境 都是这么差的话 你说单靠一朝半夕 就可以解决澳门整体的经济问题 因为失业问题 就要不足率 比较高这个问题 我觉得不现实 必须要多管齐下 现在特区政府肯推出新的计划 走到一步 我觉得都是一件好事 未来的成效 大家持续去监督 持续去观察 要解决澳门失业的问题 终归来说 我们要回到本质的问题 第一 要搞定澳门的经济 令到它可以有一个比较大的活力 或者恢复一个应有的活力 去制造一些新的职位出来 去聘请本地居民 第二 外股这个问题 都是要解决的 如果本地的经济 未能够复苏 或者进一步萎缩的情况之下 要释放一些就业崗位 必须要在外雇方面 就下功夫 即是大量的外雇 必须要退场 趁一些涉及澳门人做的 澳门人有能力去做 有意愿去做的 这些工作崗位 给澳门人 即是外雇要适当退场 这是本质的问题 如果澳门继续有 完全不绝的外雇供应 而且外雇的工作条件 薪酬 远远低于澳门人 无论什么规模的雇主也好 他们拼请外雇的议员 肯定比拼请本地人的议员要高 终归来说 外雇在经济不好的情况之下 必须要退场 释放一些澳门人有能力 有条件 薪金待遇 涉及澳门人的工作崗位 给澳门人 这个必须要做 而且特区政府立即要做 否则 你推更多的措施也好 都是事配公办的 澳门的经济 不得不说 就是内地的经济状况 众所周知 澳门回归之后 和内地的经济往来 比以前更加之频密 近十几年 内地的经济 直接影响澳门的经济 这些说了很多次 就不重复了 内地有很多的人流 资金流 旅客流 对澳门来说 是相当相当重要 甚至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 所以如果要看澳门未来的经济状况 必须要看内地的经济状况 就内地的经济 其实我之前都说了很多次 内地的经济 高速发展了这么多年 没有经济体育可以高速发展几十年 其实它已经远远超出了人的预期 经济高速发展成二十几年 其实慢慢的高速增长不再 这个是循环来的 一定会有这种情况 加上新冠疫情的打击 国际政治经济形势的打击 现在内地经济所遇到的困难 经济转型也好 经济衰退也好 经济下行也好 不管用什么形容词也好 总之内地的经济 现在就相当麻烦 只是有很多人就不信 或者是主流的媒体 不是整天去报这件事 可能大家对内地经济的认知 不是太多 内地现在的经济状况 其实是相当之严峻 严峻到什么程度呢 李克强总理上个星期 5月25日 破天荒开了一个 10万人参与的电视直播 讨论经济大会 名字相当长 叫全国稳住经济大盘 电视电话会议 全国不同省市 自治区 乡镇 他们负负相关的政府人员 一起去开会 听李克强总理发表重要讲话 最主要是说当前 中国经济所面对的困难和困局 而总理就在会上强调 4月份以来就业 工业生产 用电货运等 经济指标明显就走低 困难是要比2020年 疫情严重冲击时更加之大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和关键 做好防疫防控需要 财力物力保障 保就业保民生防风险 都需要发展去支持 而总理也强调 当前正处于决定 全年经济走势的关键节点 必须努力推动经济 重回正常轨动 把稳增长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着力保市场主体 以保就业保民生 保护中国经济人性 努力确保第二季度的中国经济 有个合理增长 以及失业率要尽快下降 同时要确保 中国内地的经济 在一个合理的区间里面去混行 听到总理说这些话 相信大家都意识得到 这个情况有多厌俊 很多人都已经提出警示 他们担心中国第二季的经济 将会是负增长 和他三月份所作的 在全国两会所作的 政府工作报告 设定目标 希望经济有5.5%左右的增长 距离也比较大 近年十多年的澳门经济发展 离不开大陆的客流 人流、资金流 如果内地经济出了这么大问题 厌俊的情况下 澳门未来的经济 会如何呢? 加上中央对博彩的控制 对跨境博彩 跨境小黑钱的打压程度 打击的程度 只会越来越强 越来越大 这些都说了很多次 所以澳门未来的经济 一段短时间之内 都不会太乐观 另外有什么解救之道 其实说来说去都是这么说的 很难短时间之内 有什么令丹妖弱 是解决得到的 就算我们的疫情 当这一刻完全没事 所有的通关措施 限制性的措施都切掉 你说澳门的经济 是否立即可以V型反弹呢? 肯定不是的 因为我们最主要的客源 都是中国内地的客源 中国内地的经济 现在已经有这么严峻的考验 甚至有衰退的危机 中央对人员的出境 旅客的出境 已经有不同的限制 之前都说过 对资金出境的限制更加之多 更加之大 就算正常通关的话 澳门所受到的冲击打击 都会迟了一段相当长的时间 所以短时间之内 澳门的经济很难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气息 大的复苏 甚至有V型反弹 这些大家都不用怎么想的了 所以未来肯定要过一段苦日子 这个不用说 这段苦日子我相信都不会短的 因为澳门经济转型也好 发展四大新型产业也好 发展其他产业也好 甚至在莫彩法修订里面 会有一些鼓励性的措施 希望这些博企去争取更加多的国际客 可以在特别的部分方面 会有一些松动的可能 现在在立法会里面 讨论当中 遲些有时间再详细都会说 但我以上所说的都是需要时间去做 并不是我现在一做 一叫做 政策一走就立即会有成效 所以短期来说 澳门的经济实际上 特区政府可做的事已经不多了 捱就肯定要捱了 至于怎样捱呢 我之前的影片都讲了很多 都要看回自己的能力 无论做中小企也好 打工也好 自己一定要去想清楚 自己的实力有多少 所以遵移应该要有一个取舍 至于短期来说 澳门的经济如何走 当中一个关键大家都知道 就是防疫措施的松紧 如果是紧的 肯定会少些客 澳门的经济会雪上加霜 如果除了疫情的缓和 可以逐步去松 澳门的经济慢慢会有些起息 起息会好一点 即是客会多一点 中小企生意会多一点 总之大家就要量力而为 计算多一点 最重要是保存实力 因为留得青山在 哪怕没有柴销 今天就说到这里 欢迎大家继续订阅我的频道 比较赞我 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 而更加重要的是 如果大家可以的话 可以支持一下我的patreon 给一些支援我 让我可以有机会 拍多一些片 跟大家讲多一点 今天就讲到这里 拜拜